你好 欢迎收看1月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春节要到了为了为缅国军官兵辛劳 9号由政党徐正蔚率领县内阁社团工商企业界代表 组成了春节进军团 前往陆军花防部复兴北营区 致政卫问津 感谢国军保卫家国的卓越贡献 进军团成员也亲身体验了国防活动 了解国军平常的金石训练 为为缅国军官兵辛劳 9日上午 花联县长徐正蔚率领县内社团工商企业界代表 组成春节进军团 前往陆军花防部复兴北营区域致政团体慰问津 感谢国军束手家园寻意领空的卓越贡献 社会单位有陆军花防部 空军教准部 空军第五连队等23个驻军部队 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大家10月10号双十国庆的时候 为花联县的乡亲来做展演 让大家对于我们军人 国防军人能够更加的尊重 而且非常非常的敬佩 中央民国人实力很重要的地方 对 实力安好地正公布 这就是无论在军方或在公布或在产业界 都是一样 所以再见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最末隆冬之际 建长率领团队不持辛劳 走防我们部队维稳北人由衷赶佩 特别是在当前两岸局势升温 各界民间企业能以实际的行动 展现对国军的支持跟爱护 让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温馨 致气压倍增 那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嚇 我们部队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能够整个待难 实时的备战 正如各位乡亲 每天都会听到我们战绩的轰名声 还有我们战车领情声 这些就在在都显示 我们国军官兵保家为国 守护家园的决心 也希望各位先进 及社会各位前达人士 军人之友社 能够继续持续不断地对我们的爱护 共同支持国防 国军始终会跟民众站在一起 尽最大的力量回馈乡里 国军地乡在新春期间 仍将驻守岗位保卫国家安全 此次春节进军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军官兵的爱护与支持 近年两岸情势紧张 国防武器日新月异 迎去地乡也透过战备部队炮操演练 以及射击模拟训练 让进军团成员亲身体验国防活动 弱势全民国防教育 了解国军平日精实训练 记者蒋邦彦新陈相报道